你知道在这么多诸葛亮扮演者中 谁才是最经典的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新三国中的路易 还有赤壁中的金城武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以上说的都不是 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 还典出前八位 最有争议性的诸葛亮扮演者 将他们由插到好一丝排序 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 孙一舟版诸葛亮 相信大家都认为 在爱心公寓中 孙一舟的吕布才是通往所规 但他却背着我们 偷偷演了一次诸葛亮 可能现在就有人想问 当吕小布化身诸葛亮时 会有怎样的节目效果呢 可以说显示把人笑不活了 搞笑而又无厘头的剧本 再加上孙一舟的爆笑演技 总结下来就是 诸葛亮可能是猴子派来的逗逼 纯属是来搞笑的 同时这也很符合爱心公寓的风格 给大家带来欢乐才是真地 对了 还有一个细节 确实要狠狠地表扬一下 就是爱心公寓剧组 对角色造型设计的 真的是没话说 无论是孙一舟的吕布 还是陈河的关羽 再到这个版本的诸葛亮 没有一个造型回拉垮 障眼一看都以为是本尊出现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角色都是众望所归 除了孙一舟的搞笑版诸葛亮 还有一位大家都熟知的 曾志伟版诸葛亮 众所周知 月光宝和是一部喜剧电影 因此剧中的大部分角色 都是以搞笑为主 诸葛亮这个角色也不例外 虽然有许多网友评论 这个版本的诸葛亮 会经典 辣眼睛 从外形上看 确实和小说中的人物有所出入 但是我敢肯定 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都是笑着看完的 因此 这也是一个快乐版本的诸葛亮 你知道哪个版本的诸葛亮最经典吗 现在就来带大家了解一番 第六 杨乐版诸葛亮 相信大家对武神赵子龙 这部剧应该不陌生 曾经也掀起一股三国热 让那些热爱三国的观众们 又一次沸腾起来 顾名思义 这部剧主要是围绕赵子龙的一生 展开叙述 既然这部剧讲的是赵云 自然就少不了诸葛亮的出现 但是这部剧节奏有点慢 大概在后期 诸葛亮才逐渐显露镜头 而且当诸葛亮刚亮相时 真是吓了观众一跳 饰演者竟然是当红小生杨乐 并且大家对他都不陌生 早在杨乐的其他作品中了解到他 当时的知名度还很高 并拿到了最佳新人男演员奖项 而且这次也是杨乐首次参演古装剧 饰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年轻 而且又这么有才华的诸葛亮 可以这么说 这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版本了 第五 虎存心版诸葛亮 虽然在电影《三国之剑龙谢家》中 虎存心老师饰演诸葛亮的戏份不多 但他依靠出色的演技 成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大家都觉得老师演绎的非常有感觉 演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也有网友评价 虎存心版的诸葛亮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 妖 没错 就是鲁迅笔下的 撞诸葛亮之痣而近于妖 很多人都认不出这是诸葛亮 话说回来 虎存心老师和三国很有渊源 他还演过曹操 周瑜 孙策 有这些事业三国角色的基础 再来出演诸葛亮 可谓是得心应手了 第四 王洛勇版诸葛亮 在几年前的热剧《虎啸龙银》中 王洛勇扮演晚年诸葛亮 他也是一名老戏骨 演技就不必多说 从他的诸葛亮形象来看 个人觉得倒是有几分相像 虽然不是最经典的版本 但他至少把诸葛亮那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觉 演绎得淋漓尽致 同时 他的诸葛亮轻取深寸 颇有受任于败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忠臣风范 基于和唐国强反的诸葛亮 一争高下 可纵观整部剧情下来 删改的地方也比较多 因此也有人觉得 这个版本的诸葛亮 有很多地方和正史 或是小说中不同 当然 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 王洛勇版诸葛亮 原来路易版的诸葛亮 不是最经典的 现在就跟大家聊一下 最后的排名 第三 金城武版诸葛亮 在电影《赤壁》中 由金城武实验的诸葛亮 非常渗入人心 且这一版的诸葛亮 无疑是最帅的一个版本 留着小山羊湖 英气之中又流露几分淡定 或有智者的风范 但是在剧中很多时候 诸葛亮却被塑造成 有一些小聪明 而不是大智慧 而且造型看起来也屏屏无奇 感觉像是一个普通的谋士 如果真的像剧中的小聪明 又怎么配得上至圣的名号呢 怎么可以一记退百万雄狮呢 但是剧中有些台词非常有意思 像是娱乐版诸葛亮 并且很多网友表示 金城武眼神拿接的很好 年轻时候的诸葛亮 就应该是这般亮而坚定的眼神 总的来说 金城武版诸葛 神风俊朗 神文洒脱 用苏式赤壁腹笔下的 浩浩乎如平须玉风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乎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 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第二 路易版诸葛亮 大家都知道 他在10年新三国中扮演诸葛亮 相对于唐国强版 路易的诸葛亮却常常被人们吐槽 从造型来看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脸显着有点嫩 从神态上看 路易没有将诸葛亮的赘质 胸有成竹的气势表现出来 这些种种原因 导致有些网友评价他为偶像版诸葛亮 但这样说确实有点不公平 一个忧国忧民的孤臣形象 真的很难和偶像挂钩 或许有些人在心中 就已经把一个演员的定位定死了 但我们要知道 新版三国给人物都重新定位 路版不可能再像老版一样 继续神化诸葛亮 老版之所以那样拍 也是受大环境影响 那是大家心中的三国就是三国演艺 诸葛亮就是神 而现在呢 大家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三国日的文化 对三国的理解都已经进步了 这也成为了新三国的看点 第一 韩国强版诸葛亮 94年的三国演艺中 韩国强扮演的诸葛亮 肯定是大家一想起来 诸葛亮这个角色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人 他的仙气和谋略的表达 仿佛就是历史上那个 风度翩翩 智谋无双的卧龙 从他出山开始 到五丈元结束 多少人被他所塑造的诸葛亮所折服 他把诸葛亮的形象演绎得入目三分 特别是大战王司徒那一幕 简直让人较绝 而且这一段画面 现在经常被网友们用来做鬼畜视频 总的来说 韩国强版的诸葛亮 无论从形态还是神态 都极向诸葛亮 虽然后面有许多人去扮演这个角色 但韩国强版的诸葛亮 到现在为止 始终没人能够超越 排名第一 势之名归 好了 本次的排行到此结束 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 你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希望能收到你的反馈